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長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 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語力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元醫生你好 Hello Della好 大家好 余醫生最近有時聽到有些客人 他有些問題很隱悔的 不太肯說出來 但其實這個很多時候通病 很多時候人都會遇到的 那就是便秘的問題 他們可能會上來我們health shop 問 有什麼便秘藥 或者他們都會到藥房買便秘藥 通便的藥 其實這樣就是 但其實這些對他們的問題有沒有幫助 大家都會有很多經驗 很多人遇到便秘就出去買那些所謂的瀉藥 我甚至有些人就會用一些比較天然的瀉藥 比如有些用養分的療劑 其實不是療劑是一種瀉藥 但問題是瀉藥是會令你的便秘越來越嚴重 越來越慣性 因為為什麼呢 瀉藥其實是怎樣令到你大便呢 是毒害你 毒害你的腸道 令到你的腸道出現很多水份排出 就是逼它出來 其實是一種毒藥 如果我讀一下你 身體說有毒藥在腸道 那做什麼? 洗它出去 做多點水份 來逼它出去 好了 那你有沒有可能用一種毒藥 你讀一下 你的大腸會健康起你 所以很簡單 所以大部份人 便秘的人 通常是吃很多便秘藥 越吃越差 這就是很多很多人的親身經歷 當然便秘是可大可小 我最近可能跟大家分享過 在美國有一個研究 發現如果一些女性有便秘的問題 她的乳癌 乳腺的分泌細胞 是異常的 就是便秘會令到我們腸的癌細胞增長會更多 在我們很多人聽到 其實很多病都是從大腸開始的 因為腸腸骯髒 其實什麼問題都會出現 因為大腸是吸的 吸水份的地方 也會吸毒素 毒素去到肝 就影響肝炎問題 去到眼就影響眼視力 去到腦 令腦袋神智不清 所以可以這樣說 便秘 身體大腸的毒素 經常在這裡 其實是很嚴重影響我們整個身體 所以便秘這個問題 一定要正視它 沒錯 即是我們陸虎耳通為用 我們身體一定要通暢 好了 這本書講了一個事故 這個事故很有趣 原來在日本 有一個電視節目叫做 最終警告恐怖家庭醫藥醫學 有這樣的節目 這是香港從來沒有聽過的 很明顯是警告一些人 現時的醫療那些恐怖事故 這個節目叫做 最終警告恐怖家庭醫學 有一個節目 她說在北野舞主持的電視節目裡面 看到一個經歷的悲劇 她說有溫然輕的女性 苦以便秘困難 就隨便買多一罐 電視廣告上的便秘藥 由家 剛剛開始吃三粒 就可以暢順地排出來 但隨著時間過去 就越來越不順了 結果增加那個服藥量 一段時間之後變成了五色藥 根本就沒有辦法排便那種體質 服飾量持續增加 為了令難以忍便秘的痛苦解放 這位人士 F小姐 又好像在廁所裡被 將成冠藥物都吞下去了 結果副作用大過強烈 這位人士 這位年輕的女士 終於因為腸道衰竭而死亡 嘩 即是說 吃便秘藥都可以吃死人 當然 一般現在的人很輕易用 靠藥物 依賴藥物的人 這是相當驚人的警訊 即是說 其實藥物最恐怖 無非是對人體對藥物的一種 內壽性和依賴性 即是你依賴她 這位年輕的小姐 就在廁所裡死了 是 作為一個死受便秘藥的犧牲者 當然 她對藥物產生的內壽性 越來越嚴重 一般的藥物沒有辦法起效 不斷地增加劑量 結果死亡 怎麼想 小小便秘藥都可能會使死亡 在便秘藥的廣告裡 這些客人的事是絕對不會提 螢幕上只是找一個很美 很可愛的偶像女生 招手甜笑 所以很多人 那些女士就會不加私信 買來吃 事實上真的很嚴重 從來沒有想過 當然也提到 這位女士因為她對藥物的內壽性 完全棄不住 才令她越吃越多 其實都很想下去 好像很不可思議 但其實我相信在坊間上 很多人都會遇到這樣的問題 可能她的做法都會是這樣 她也會試過這個藥物不可以 就越是提借 買一些藥性 其實最終 你不能用毒藥 是毒你的身體 令它回復正常功能 這些是一般的便秘藥 這位作者繼續說 其實很多時候她買這些便秘藥 主要成分是bisacodile 這個成分 當然是一種毒物 它的毒性作用是大於腸的黏膜 刺激排便的反射 通常這隻藥 在什麼情況之下呢 用消化度檢查之後 或者手術前後用來排胸腸道的藥物 你想想想 做手術 它就免得你手術常常會拉屎 通常會吃這些藥 這是一種很強的清洗腸道的藥物 這種毒物刺激的 你想想 這些毒物刺激的黏症 會不會有沒有副作用呢 好了 這種藥物的主要作用是 引起腸道的愈動 促進排便 但接下來 是這些難以開口的副作用 譬如直腸刺激感 不舒服 直腸炎 下腹部腫痛 殘便感 代表不清 還有一種強烈的腹痛 惡心 嘔痛 輻射 暫時性的低血壓 幼黑症狀 手腳冰冷 髮甘 手唇發白 顏面瘡白 這些症狀都可以的 你看到這些症狀 你已經可怕了 是 是 所以我們經常吃了這些藥物 就越吃越多 不吃不行 然後因為依賴這些毒藥來排便 身體腸對越來越沒辦法自己去做 自己運動不到 只能夠增加藥量 不然就完全沒有效 其實簡簡單單 一般人都會說 吃多些高纖維的食物 充分的運動 養成規律性排便的習慣 這是治療便秘的基本原則 多吃蔬菜 多運動 生活規矩 這些 所以這就是最簡單的 當然很多人 人的體質都很差 是吧 但是都不應該去用一些這麼危險的毒藥來的 在補餐裡面呢 就有什麼 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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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十幾種的營養粉 大蜜草 小蜜草 有些中的那些 補氣那些 那些 補益劑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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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油 用阿麻子油 加上那個 椰子油 那再加呢 是那個 纖維粉 那通常呢 就可以用那個 那個 那個 白椰子 那跟著呢 就是加一些 就是 蛋白質的飲品 例如 豆奶 杏仁奶 之類的 那跟著呢 就 拿攪拌機 攪拌 那如果你在用這種 早餐呢 其實我們很多的東西 很多身體的需要 基本的東西都會有的 是 那我這個第一 我所有的病人 我都第一 建議用這個 第二呢 就是用什麼呢 是酵素 是吧 因為你腸道的狀態呢 是決定你身體的狀態的 那酵素呢 我們通常用 最多加的酵素 加那個 山中汁 是 山中汁 抗氧化 抗衰老 抗敏感 再加了那個 盧茴汁 是吧 盧茴汁會幫你 消除那個 腸道的炎症 那三樣混合 加點水 那什麼情況之下都可以喝的 那第三呢 就是抑菌了 就是和大家很強調呢 身體的抑菌呢 是多過身體的細胞 身體的不同的抑菌呢 是決定我身體不同的病的 OK 那我通常呢 在我的病人裡面呢 我基本上呢 都建議他們呢 就平時呢 起碼做到 這三種的簡單的事 那當然啦 我們大家都知道啦 我們是 我們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是第一間 是很多年前呢 將那個 滿腸水療 引進來香港的 那這個滿腸水療呢 也都由香港呢 引進到其他國家啦 譬如新加坡啦 亞洲啊 台灣啊 泰國啊 那都是 其實一個起源呢 都是我們的大康自然健康真身 幾十年呢 是將外國的 一種的保健的習慣呢 是引進來香港 那所以這個呢 也是我們公司呢 是比較上出名 也都很多人呢 是經常會使用的 那種的保健的方法來的 那好啦 那有些人經常想呢 會不會用洗腸用得多呢 會依賴它啊 是的 同一樣啊 很多人都是有這樣的問題 是的 很多人呢 會有這個顧慮的 那為什麼有顧慮呢 他們不明白呢 滿腸水療呢 不是用一些有毒性的用物 是刺激你身體 OK 滿腸水療呢 是用一個 經過過濾 經過消毒 經過紫外缸消毒 最乾淨的 比你喝的水 更乾淨的水呢 是灌入 慢慢地流入 不是什麼灌入 是很低的壓力之下 慢慢流入我們那個腸道 那你知道呢 現在水本身有它的體積 有它的體重 那這些體積的體重 那這些體積的體重 多於水呢 也都會在我們那個大腸裡面呢 首先被吸收 因為大腸的功能呢 是將食物的那些微的食物 即是在小腸消化了那些食物的那些微 那些糊 就是觸糊食物呢 在大腸裡面呢 再逼將那個水分吸回它 就是不要流失那麼多水分 那接著腸裡面有些菌呢 是將那個食物再處理一輪呢 將它變成維他命B 維他命B12 所以呢 其實碗腸水療呢 是正確的了解呢 其實它是跟腸做一些水力運動 嗯 第一 水吸收在那個腸裡面的腸壁 就進行一種所謂叫淋巴的運動 淋巴的推動 那腸的水本身的重量 和體積呢 會刺激我們的腸呢 令它收縮 例如吃高纖維 高纖維呢 當你的那些纖維食物 去到肝門那裡呢 它會撐住肝門的 那身體覺得有些撐住呢 知道呢 是應該要排除它了 那其實是那個碗腸水療 其實是做什麼呢 是用水和我們的大腸呢 是做水力運動 所以有什麼可能呢 做運動呢 令到這條腸呢 是越做越弱呢 所以呢 大家是不用越擔心 很多人說這件事呢 是因為它對那個 是不了解的 OK 那也都有一些人怕呢 會不會做那個 做那個水呀 灌流的腸那裡 會傷害那條腸呢 那在外國已經很多年前 已經做過一個很大的研究 其中呢 就幫狗去做 嗯 那狗呢 是每天做 做了一個多兩 好像幾十天一樣 是 那結果呢 對那條腸呢 是一點都沒有什麼損害的 那當然呢 狗的東西 未必好像人一樣 坐得定定的 那可能它動一下動一下動一下 那只是發現呢 那個肝門的黏膜呢 可能有少少磨擦的痕跡 那所以呢 這個已經是 我已經做了很多研究 是證實呢 是一個非常之有效的 那我們公司呢 也有一份很好的文章呢 是根據136個醫學文獻裏面 製作出來的一份 一個是美國的治療法醫學院的 一本課題 即課本裏面的一個 chapter 是解釋過去在碗腸水療所做的科研的研究 嗯 所以呢 其實呢 如果處理那個便秘方法裏面 其實碗腸水療就是一個最完善 最有效的一個方法改善的 就像剛才袁醫生說的 你用水療和大腸做運動器安全之餘呢 亦都不會有其他不良的副作用 沒有理由你每個去 如果是這樣 所有健身教練都已經是 整理了 越做越差的時候 沒有可能的 只不過是會一路幫助你 是那個身體的排毒 那個機制呢 越做越好的 好 今天麻煩了袁醫生 跟我們的分享了 那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跟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去 csa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我們的節目 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MING PAO TORONTO 謝謝